Hello 大家好 我是Angry 今天来到柏林酒店的出门套房 邀请了非常专业的大监者 来自金玉满堂的玉姐 Hello 大家好 Angry 你好 很多新人都对中式礼仪未必知道 甚至有多少个环节都不知道 今天不如玉姐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六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 当然是个大礼 个大礼来说 一般是什么时候做呢 大概一个至一个半月 由师傅招好过梁成吉日 我们会和他进行第一个环节 就是过大礼 而第二个环节 也是同日应该会做的搬家装 搬家装是女方的妈妈 爸爸买些礼物 或者出嫁的物资送给女儿 那天同日都可以做一个搬家装环节 而第三样的就是安床 你都知道了 其实安床的环节 其实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反正下一代都是靠床 所以很多年轻忽略了安床这个环节 其实如果你想早点有宝宝 安床 就等于催旺床 让他们快娶一些有宝宝 其实安床这个环节是很重要的 原来是这样的 大家要留意了 第四个环节就是上头 想看什么是成人礼 结婚前一晚要进行的 第五是大婚 是一对新人最期待的日子 大婚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结婚当日 透过结婚注册 成为一对正正式式的 乌生乌太 第六个仪式是回门 其实一般来说 是结婚后的第三日子回门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 因为时间关系 他们都希望同日做一个即入回门 即入回门的好处是什么呢 他们回门之后 可以即时派珠卷给亲友 所以现在来说 演变了即入回门 很方便 以上六个仪式 希望大家有大概的理解 稍后会再了解更多 每一个仪式大家想知道的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